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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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guys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IV Choo Choo Train 今天呢 我終於有機會回到九州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是在 大分念書 就在九州 然後就很常來福岡 就是玩啊 來買東西啊 之類的 然後畢業已經快兩年了 然後現在才有機會回到福岡 我真的是超級無敵興奮 其實我之前來福岡的時候 都是會去一些什麼 就是Kanal City啊 還是去什麼 天神啊 去逛街買東西 之前其實都會聽大家說 就是福岡的中州 就是那邊的屋台 那邊的鴨台就是非常非常有名 很好吃 就是 是福岡代表性的東西 然後我之前就會覺得說 台灣就有夜市 我幹嘛來中州吃屋台 但是呢 我這次住在福岡 剛好就住在拿卡斯這邊 所以我就覺得說 既然 我回到福岡又住在拿卡斯 那我晚上就去看一下 拿卡斯的鴨台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到底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這樣 好了 我剛剛check in 然後我發現這個hustle 有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通常check in的時候 不是都會給你們一支鑰匙嗎 還是房卡之類的 但是這個飯店啊 它給你是一個智慧型手機 我覺得還蠻酷的耶 就是它所有你會需要用到的功能啊 像是開門關門啊 還是調風量啊 調那個冷氣暖氣啊 甚至是這種叫room service 就是你想要毛巾啊 還是你想要toothbrush啊 你想要充電器啊 拖鞋啊什麼 你就在只要這上面 你就只要在這上面一按 它就會馬上送來耶 我覺得還蠻酷的 而且它這裡還有一個很溫性的功能 叫做night mode 就是說你要睡覺之前呢 你就按這個night mode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你調節這個 房間裡面的溫度啊 濕度 就是讓你可以比較好睡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蠻酷的耶 好了 我們這次真的要走去舞台了 然後沿路上就是從Know City走到南瓜斯的路上啊 沿路上就是看到福岡的美景 我真的好想念好想念九州喔 而且我覺得九州空氣又特別好 我真的是超愛福岡跟大分的 我們終於挑一家坐下來了 然後今天感覺好像因為就是下雨天 而且又是平日 所以出來的店家比較少一點 然後我們又出來的比較早 所以其實沒有很新 我們第一家坐下來的是串燒 所以我們就點了豬肉啊 然後一些什麼雞翅啊 香菇啊之類的 然後點了一個啤酒這樣 然後等一下再去試其他的 第一個來的就是一口餃子 就是一口餃子 是福岡的名產喔 一個餃子真的就小小很可愛 然後剛好就是一口可以吃下去 其他這些就是串燒啦 就是那個培根包番茄 然後還有那個豬肉包 那種就是長香菇之類的 然後還有豬肉片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欸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們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焼雞拉麵 就是燒拉麵 什麼你做的 因為有焼雞拉麵就是炒麵 然後我好像還沒有吃過焼雞拉麵 我沒有吃過焼雞拉麵 所以我點了一個來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還好欸 沒有說味道很重 然後比起焼雞拉麵 就是比起普通的炒麵啊 味道淡多了 就很像沒有加味道的炒烏龍麵 我覺得它的串燒比這個好吃多了 真的還是要有焼雞拉麵比較好吃 但是炒拉麵真的是還好 我覺得吃屋台呢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像夜市一樣 就是一家接著一家吃 所以我們剛剛那邊吃了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換第二家 然後第二家就是 應該是主打牛肉吧 我看它有很多就是牛舌啊 還是牛精啊 還有就是天婦羅 我們還點了就是福岡最大最大的名產 就是明太子 所以我們點了一個 岩西麵泰克 就是岩西明太子這樣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它是什麼味道 我們的牛舌來了 超級軟的好好吃喔 超級軟的好好吃喔 超愛吃牛舌 吃一點檸檬上去 吃一點檸檬上去 沒有包就是餃子肉然後下去炸 感覺很厲害 基本Kayla還幫我們點了一個叫做 嗯... What is this 岩西麵泰克 麵泰克天ぷら 喔OK 她還幫我們點了一個就是 麵泰克天ぷら 長這樣子 她說這個是福岡必吃的 它是天婦羅 然後裡面包著明太子還有紫蘇 其實我平常不太吃紫蘇 但是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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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妳就很掙扎 因為我非常非常不喜歡紫蘇 但是我非常非常愛明太子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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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福岡的味道 如果你們來舞台的話你們就要來吃吃看 多多 好啦 我們吃完舞台了 今天小鳥味 感覺吃的東西比較少 妳是Ivy Chi Chi Train的Ivy 是我就是Ivy Chi Chi Train的Ivy 這個是Ocano TV的Chris 大家要到他那邊看影片喔 他就是跟我一起來福岡 Say Hi Chris 你好 你好 然後 我覺得就是 如果真的是要吃就是 福岡的當地的 一些家常料理阿 還是就是要吃到最道地 最好吃的福岡菜的話 就是要來舞台 然後我都會聽很多人說什麼 Nakasu阿 中咒這邊的舞台很貴 但是 我覺得其實還好 像兩個串燒的話就是 300日幣我覺得 應該算是一個普通的價格吧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日本的舞台阿 跟台灣夜市其實應該差不多 然後最大的差別就是他們有座位 然後台灣也是有些沒有座位 是要站著就是要邊走邊吃這樣 但其實日本很多地方 是規定不能讓你邊走邊吃阿 像是不能讓你邊走邊抽菸一樣的道理 嗯 那我們今天的舞台呢就到此結束 明天要去福岡附近的一個里島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在下面幫我點個大拇指或是subscribe喔 我們明天見